今天要來介紹的是3D連任物件上色工具的大公開 那今天的重點會落在筆圖的筆 哪一種筆會比較好用呢 等下後續會來一一的講解 那這裡先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上色之前呢 最多人問的就是到底是用什麼顏料來上色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顏料大致上呢分兩種 一種是壓克力顏料 另外一種是廣告顏料 那我這邊所使用的是壓克力顏料 那廣告顏料呢我這邊來說明一下 廣告顏料它是屬於水溶性的 所以如果我們把廣告顏料放到我們的調色盤上面 它如果乾掉了之後呢 我們加水 然後等一下它還是可以去做運用的動作 但是壓克力顏料就沒辦法了 它乾掉之後呢就沒有辦法再使用了 而且呢如果我們把廣告顏料塗在3DDM的物件上面 它如果去碰到水呢 有可能它就會脫落了 甚至會退色或糊掉的這種情形 那壓克力顏料呢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壓克力顏料呢它在乾的時候是非常快的 那它乾掉之後呢會在表面形成一個防水層 所以它是不容易退色的 而且它是有一點防水的功能 如果你有在使用壓克力顏料你把它弄到調色盤上面 如果你讓它乾掉之後你拿去泡水 或是拿去水洗你會發現洗不起來 你可能要用摳的才把它摳掉 所以壓克力顏料呢 它是不容易脫落 但是有可能在撞擊或是 用手去摳它的時候有可能會脫落的 那這邊呢會有另外的做法 後面可能會再來做講解 那這邊呢我就是推薦使用壓克力顏料 第一個它 它雖然說乾比較快 但是它的優點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要幫3DDM的物件上色的話 我建議是使用壓克力顏料 那3DDM物件上色的時候 我們大致上要需要準備哪一些材料呢 一個是你要有一個墊子 因為壓克力顏料沾到的時候 你沾到桌面或是哪裡呢 它是洗不掉的 有可能會永久留在那裡 像這個墊子已經有很多痕跡了 是洗不掉的 所以建議還是用一個東西墊著會比較好 再來呢是調色盤 調色盤的用意呢就是 把我們的壓克力顏料呢 弄出來 它最主要不是為了要調色 只是把 顏料放到上面 那方便我們去做土的動作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大小呢 就看各位的需求去選擇 再來呢需要一個水桶 你可以去買水桶 或是用 塑膠罐去自製 都可以 只要你能泡水 加一點水都沒有問題 水的用意呢不是要讓你拿來加 顏料用的 壓克力顏料是不需要加水完全不用加水 直接塗的 你加水的話這樣會變得比較稀 塗起來會不漂亮 是直接塗的 那水的用意是什麼 是讓你用洗筆用的 那 為什麼要洗筆呢 因為 壓克力顏料它在乾的時候非常快 如果我們拿筆 在塗 壓克力顏料的時候 你如果 沒有常去洗的話你的筆的壽命會變低了 所以就是 我們塗一段時間會趕快去把筆洗乾淨 這樣子 主要是這個動作 再來就是我們的筆了 筆塗的話筆是最重要的 那這邊大致上就是需要這些工具 再來呢我要介紹筆 筆的話我會分四種 我先來介紹第一種 第一種呢 是平頭的筆 好像這樣子 我拿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有大有小 有粗有後 好像這幾種 那這裡呢 大跟小呢 可能會有一些需求 我們有時候塗小地方呢 需要一個 小一點的平頭筆 那平頭筆呢 它最主要呢 是做大面積的塗抹 這樣子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我會建議說 我們的 平頭筆的 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裡的距離不要太長 為什麼呢 因為太長的話 它會很軟 我們在塗的時候會不太好控制 筆圖的手感會不太好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 短一點 像這樣子 這個可能要大家去買來試 像這樣子的大小 那塗起來的話會比較剛好一點 那這個 平頭筆呢 就是在做大面積的時候在塗抹的 那這邊呢 是會蠻常使用到的 那偶爾有一些 地方比較小的話就會用比較小支的平頭筆 所以平頭筆呢 它是蠻重要的 因為它幾乎是做大部分的塗抹的動作 筆圖都需要用平頭筆來先做上色的 那這裡呢就是 筆毛不要太軟 太軟真的塗起來是不太好塗的 你會覺得很費力 甚至塗起來的時候會不漂亮的 盡量稍微 稍微硬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不要太軟 再來呢 是 尖頭筆 那尖頭筆呢 它的用意呢 我一樣拿近一點給大家看 它的用意呢就是在塗一些比較細小的地方 像是勾勒線 像這種小地方勾勒線 或是眼睛啊等等的 這種小東西 那這裡呢 它跟平頭筆的那個 標準是差不多的 盡量也是 這個區塊呢 不要太長 因為我試過 像 像這個 就太長了 用起來真的不好用 像這隻也是 我用起來比較好用的呢 是這兩隻 我看一下 這邊都是不好用的 我們比對一下 是不是這邊呢 我覺得比較好用的 這裡都比較短 為什麼是這樣 就是跟剛剛講的是一樣的 手感會比較好 你塗起來不會太軟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 你有 有時候這樣子 太軟的話 它這樣 不小心就會塗錯了 所以 平頭筆跟尖頭筆呢 它的 選擇也是 不要太軟 啊這裡呢 距離也不要太長 因為太長的話 相對就會比較軟的 再來呢 是 刷子 那這個刷子呢 基本上 會用在更大塗膜上面 那大小就 看大家的需求 有的 可能非常大型物件 你可能用 覺得用刷子 比較方便 但我試過 用刷子來塗呢 我覺得 並沒有比較好用 因為它塗的時候相對的 沾染的是更多的 壓克力顏料 你要塗的均勻 或是塗的平整 會更不容易 所以呢 後來呢 我就把刷子給淘汰掉 我就一樣是用 拼頭筆來做 大塗膜的動作 我覺得 我寧願多塗一點 塗久一點 還比用刷子塗 還要來的漂亮 雖然 刷子塗非常快 可是 相對看起來呢 那個品質就是有差的 好 那這邊呢 你可能會好奇說 那筆的話 我要買哪一種筆 有水彩筆 有尼龍筆 甚至毛筆 我要買哪一種呢 我是會比較推薦 是用尼龍筆 有些它會寫說 是壓克力顏料專用 尼龍筆 它的壽命會比較長一點 那你要買水彩筆 也是沒有問題的 並不一定 你一定要買專用 或是要買很貴的 其實你可以都去買來 試試看 比對看看 因為有時候 每個人手感不一樣 有時候呢 你是要去選擇 適合你的筆 適合你的工具 而不是去選一個最好的 就這邊就看大 一能而已 那最後我來介紹一個是 自製的工具 好像有時候有一些 地方 它 好比說這個牙齒這裡 它必須要是 比較細一點的 那有時候我用尖頭筆 有可能還是 不方便去 把它描繪出來 那這時候呢 我就會拿一個比較 堅硬的 有些人是拿 竹籤 比較細的竹籤 或是拿針 那我這邊呢 是用自製的 拿牙線的尾端 直接把它 固定在上面 那這裡呢 去沾一些 顏料然後再塗上去 當然它要重複 比較多動作 這個用意就是 它這邊呢 是完全是堅硬的 所以我在塗的時候 我需要控制一下 那個顏料的量 在塗的時候它不會 不會像 筆一樣它會軟化 會不好控制 這邊呢就蠻方便的 這是一個自製工具 給大家參考 再來呢來講一個 筆圖的筆工具 要怎麼去包養它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使用的過程 千萬不要太貪心 就一次 弄很多 壓克力顏料 然後一次這樣塗 一次塗 塗很 塗很久 你可能一隻 用了一整個早上 或一整個下午 一整天 都一直塗一直塗 這樣是不好的 這樣你的筆 馬上就壞掉了 最好是你塗一陣子 好比說 這個顏色我把它塗一下 三分鐘五分鐘 差不多了 你覺得你的筆 好像已經沾蠻多顏料了 就水把它洗一下 洗一洗 然後弄乾之後再繼續塗 然後 一定要常常做洗的動作 水要常常換 這樣子你筆才洗得乾淨 這樣子用起來呢 你的筆的壽命就會比較長一點 那再來 我們如果 筆都用完了 切記 一定要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呢 最好 如果你在買的時候 它有附這種 塑膠套的話 最好都把它套著 這樣子呢 我們在收納的時候 像這樣子 或是 我們這樣在收納 它的筆呢 筆的筆毛才不會去 碰觸到 這樣 筆容易壞掉 像這隻 整個都已經 炸開來了 好像這個就不太能夠 塗了因為這樣塗會不好使用 像這隻 同樣都是 平頭筆 有保養跟沒保養就插在這裡 從這裡就看得出來了 而且呢 你如果有這個保護的話 你這樣放 筆毛也是 比較不會損壞的 這邊就是 讓大家 參考一下 那這裡來總結一下 如果你要塗大面積的 物件的話 我們選擇平頭筆 而平頭筆的選擇 可能就是 毛不要太軟 像這樣子 這邊不要太長 太長的話 相對比較軟 就適中就好 平頭筆 那你可能有平頭筆大 平頭筆小 這樣子來塗大面積 是蠻方便的 這邊是給大家參考 那第二種呢 在我們塗細小的面積 以及一些小東西 平頭筆可能太大 沒有辦法塗的 我們就要用尖頭筆 那尖頭筆呢 好一樣 這邊也是不要太長 像這個 太長的話 太軟你不好控制 筆觸的那種筆感也不好 這是 主要是這兩個阻力在塗的 那 剩下的就是 如果是一些比較 需要勾勒的 或是 小地方的 你可能筆還是覺得太軟的 好像這種 自製工具也是 蠻好用的 那最後呢 我來介紹一個 那像這種 平頭筆 毛 很長 很軟的 那他 還會有什麼用途呢 這邊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我們有時候呢 塗完之後 我們需要幫他上一個 保護器 或是亮光器的時候 這種筆 就非常好用了 因為他筆夠軟 我們在沾 沾亮光器啊 或是保護器的時候 在塗的時候 就會變得非常方便的 反而 這樣的時候呢 平頭筆就不適合來塗亮光器的 像 這種筆就很適合後續來做這種動作 但 一樣還是要很常洗他 不然你的筆呢 如果不常去洗他會硬掉 硬掉的話你 反而要塗的時候塗不上去 這邊就 讓大家參考一下 好 關於筆塗的技巧呢 就不在這一次的 討論範圍內 那我就不探討 那我就大概 告訴各位一下 其實筆塗的技巧呢 並沒有那麼的容易的 好 最終最終呢 最快的捷徑就是要去練習他 我們可以先嘗試 一個一個物件慢慢來練習 筆塗呢 切記不要 太貪心 慢慢來 慢慢來 啊你 你要記得說 那個 雅克力顏料他乾很快 你也不要一次擠太多 這樣就會浪費掉了 那這邊呢 先讓大家去感覺一下 我們先選擇 適合的工具 再來做筆圖上色的工作 這樣子呢 就會更完善一點 那至於技巧呢 就不在探討範圍內 喔這邊就 不探討囉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下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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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下午後 下午後 下午後 發